主席 縣長 副縣長 藝術長 各位委會的科士主管 本會同能大家午安 本期這邊要針對我們北甘鄉 橋子漁港 突敵延伸工程的進度 以及我們漁港未來的中期及長期的計畫 要詢問一下我們處長 請主席財事處長做答詢 請問劉處長做答詢 處長你好 我想有關橋子碼頭也非常感謝 在我們縣長及我們縣武團隊的努力之下 那在目前的工程進度也將近百分之九十八 我想近期之內在相關的設施 這次變更完成以後 就可以讓我們這橋子村 這個部分可提供南北兩側的兩柱 不需要後潮的一個碼頭 那也加會到我們漁民朋友 那這邊本席之前有請教過局長 當然任何的建設他分成短、中、長 那局長當時也回復本席 在整個橋子土地碼頭完成以後 會規劃周邊景觀的相關平台等設施 那現在目前計畫在爭取的執行如何 局長這邊能不能做個說明 好 謝謝周議員 謝謝周議員對地區的整個漁業的關心好 我想就像剛剛周議員講的 喬治這個突體的工程接近尾聲了 那我們在上兩個月已經把周邊的工程 大概三千六百多萬的案子 有報到國發會的 那國發會也含富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要國發會 跟我們的農委會月署相關的經費 還有部分的地方的經費 來一起來配合來做 那他們是希望用個案的計畫 所以他們要求我們大概十一月底 十二月初再重新把這案子會整以後 來專案來報這個月署轉國發會這邊 來爭取這個經費 來做我們周邊的相關的工程 關於這個爭取的方向的部分 周長這邊有沒有請我們陳立委來協助 這個案子的一個順利的推動去爭取 這個部分是有的 我們大概對於中央的爭取的經費 我們大概副本都會給立委這邊 讓立委整個了解我們地方的 整體的一個漁業的相關的港幅的需求 那本席為什麼會強調 我想周長也非常了解 這個北甘鄉 在縣長的支持之下很難得 才有這座橋子漁港 當然我也希望說既然有的漁港 除了它現在目前延伸了50公尺的 一個凸蹄的工程 後續的部分也希望在整個周邊景觀改善 甚至於說可以讓我們漁民朋友 以及我們未來要推動的海上的 所謂大丘生態之旅的部分 有一些預熱漁船也願意投入 所以這個裡面 當然在整體的規劃的部分 在中期的部分 周邊的一些景觀也好 它的設施也好 我也希望 陳如處長所說的 這個3600萬的經費 也希望在11月份 能夠爭取作為改善 另外我想要請教一下局長 我想縣長應該他的政策 對我們弱勢的漁民要給予照顧 所以針對連江縣四鄉五島 這個漁港的整體規劃的部分 這個部分 有沒有針對我們橋子的部分 做一個長期性的一個規劃 規劃的方向如何 能不能做個說明 好 謝謝周邊的 我想我們本身北竿的漁港 劃定的時候是在白沙 所以在白沙的整體的規劃裡面 大概就預留部分的 作為漁港的使用 未來擴建的 那橋子坎是白沙的附屬港 那附屬港 議員也知道 現在做的只是一個土體 大概延長大概五六十公尺 那未來的整體的規劃 我們已經把它整個納入 也希望橋子本身是一個港 所以靠等於說東南側的方向 我們還會有一個規劃的時候 還會有一個土體 把它納入整個計劃裡面 那這個計劃分別在前兩個月 在漁業署 上個月大概在立委的辦公室 也找的漁業署的相關的 主辦的單位 都來參加過會議 那初步審查的意見是 照我們原來規劃的方向 那我們最近在做一些修正好以後 整個案子就會報到漁業署這邊 希望針對四鄉五島 當然這裡面就包括 北竿的橋子坎的一個擴建工程 納入未來我們四年的整個漁港的 四鄉五島的整體計劃的範圍之內 本席會提出來 當然也陳如我們處長所說 當時是為了因應我們營運的需求 所以橋子坎是白色的附屬港 但是既然有了漁港的設置 除從現在我們改善它 這個不要後潮就可以停靠之外 它是不能避風的 所以本期是希望說 除了中期的周邊景觀改善 未來這個長期的部分 其實就是希望說 在東北線的部分再有凸體 讓我們的漁船也好 未來的預熱漁船 都可以有個避風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也可以避免符號感的擁擠 所以我也希望說 這個計劃從中期跟長期的部分 我也希望說局長這邊 能夠給我們北竿鄉支持跟努力 這個部分確定都已經納入了 我們最近修正好期末的 這個所有的基本的資料 修正好我們就會往農委會 在漁業署這邊來承報 來爭取未來這個興建 喬治漁港的相關經費 其實這邊也非常感謝處長的努力 那第三點的部分 我想要請教一下我們處長 當然在我們整個縣展的政策 這個推動了大丘生態之旅 那今年也非常夯 除了我們交通旅遊局 推動了我們福澳到大丘的航班之外 那我們北竿鄉的業者呢 也多騷了一輪漁船 也安排了喬治到大丘 我想說我們產發柱這邊也希望 打造我們大丘比照 媲美日本的奈良 但是本期這邊要針對梅花路 它的一個維護 它的一個生態 以及未來它的疾病反制的部分 要怎麼做 這邊處長能不能做個說明 好 謝謝周議員 我想這個部分 本來原來是講 這個月就會同 北竿鄉跟我們馬廣處的處長 廖處長一起去觀摩 後來正好這個會期正好議會大會會期 那預定在七月上旬 我們會來到這個墾丁這邊 來整個來了解 那也跟農委會的相關的序幕 相關的單位都有做相關的聯繫的 那馬廣處這邊為了大丘 這個梅花路的觀光資源 他也很願意 目前初步跟他協商 是希望今年能夠檢討一些經費 所以就整個來配合 做整個未來的整體的規劃 來去作業 那我們是希望未來把 梅花路這個觀光產業這一集 我們能夠有效的帶動 然後對於梅花路相關的病從 這一方面檢驗 跟相關的受益師這邊配合 未來包括冬天食物的缺乏的部分 都納為我們這一次觀摩 跟馬廣處這邊 還有北竿相互所共同來討論 希望今年可能碰到的問題 我們位於重縫 希望在明年以前 我們就必須把這些東西 該作業的就要作業 包括在這個大丘上面 跟北竿我們也都種了藍尾草 那希望因應冬季起天 至少讓梅花路不要再有缺糧的狀況 那病從害的問題 我們最近都一直在密切注意 那未來整個配合整個觀光的 梅花路的觀光產產業 跟實質的梅花路的相關產業的帶動 也是我們未來 最近大概極力要做的一個方向 像剛才處長所答覆的部分 已經很清楚 很明白了 針對我們大丘梅花路的相關事宜 從它的一個疾病的繁殖 未來它整個糧草的部分 還有一些該要注意 該要規範的部分 都詳細的說明 但是這邊本席 還是要還要再請教處長 就是所有的維護管理 這樣每一個景點的開發 都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但是最困難的 就是維護跟管理 那針對維護管理的部分 處長這邊有沒有跟風寬處這邊 有沒有協商一個機次 據本席了解 在早期本席在擔任鄉展的時候 那當時整個維護的部分 是風寬處 它有僱了一個人員 在做一些相關步道的一些打掃 那現在目前遊客多了 那一些步道的建置也增加了 那對於後面的維護管理的部分 處長這邊有沒有一套附案 跟未來如何來執行 這個我們整體的規劃在於 不只是維護管理 而是整個的梅花路的經營管理 未來的經營管理 包括觀光的這方面經營管理 當然這個就包含 剛剛周委員講的維護管理 那未來我們可能會把大丘 靠北面的這個部分 可能會規劃為比較屬於 原始生態的野范的梅花路 靠村莊這邊我們未來 看看是不是跟農委會這邊來做結合 做一些產業的序幕的這方面開發 我覺得這個都是未來 因為現在梅花路的管理 特別是陸籠的部分 變成陸腳以後 也造成對觀光客的 有一些危險性的影響 像日本的奈良 那事實上它在陸籠期間 它就要把陸籠鋸掉 避免造成觀光客 這個近距離接觸的時候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安全上的問題 我想這個都會納為 我們這次觀摩回來以後 討論的思想範圍之內 希望能夠建立未來三到五年 縣長也非常重視這個案子 希望未來三到五年 農委會跟交通部觀光局這邊 都有相對的經費 能夠共同來配合進來 那把我們的這個方向朝向奈良 這種農曆的方向 跟墾丁這邊取經以後 我們來會整以後 定出我們未來三到五年的以後 整個的大秋梅花路的 一個經營的計劃 謝謝處長 我想等處長觀摩之後 也希望說把你們觀摩的心得感想 我想也讓本席分享一下 好不好 謝謝處長請坐 第二個問題 本席這邊要針對一些污水及 雨水 還有一些我們出於回收的部分 要請教一下我們黃志祺局長 請主席財事局長做答詢 好 請張機長做答詢 局長你好 本席這邊想要針對 這個局長在工作報告之後 我想也非常努力的 跟這個軍營裡面的同仁 也到各鄉去了解 雨水污水的情形 當然本席這邊也了解 這個四鄉五島裡面 每個鄉 它的與污水的情形 可能阻塞的部分都不一樣 但是本席這邊了解 局長這邊應該針對四鄉的部分 都有去做剖析 應該也有解決的方案 那本席這邊先請教 就是針對北甘鄉的部分 從雨水跟污水以及後端上的委外管理的機制的部分 現在目前有沒有具體的一個方案 謝謝周議員對這個雨污水的關心 我們的確在去年在公務局的水利課 他對全縣的雨污水 他做一個總體檢 那這個報告也完成了 那我們這個意味到我們環織局來以後 我們的縣長也非常重視 我們就請了我們之前的李義休課長 他是有皇宮背景的 其實要處理雨污水 是要有皇宮背景的人 他才能夠做好處理 那北甘的部分呢 他目前所碰到的問題 就是大概有分四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 我們應該要加強在這個定期的 在這個容易堵塞的這幾個點 要加強的來清理 定期的來清理 那另外在雨水 在這個雨季來臨前 或者颱風來臨前 這個要不定期的 也來加強來清理 這樣子的管線呢 才會比較容易暢通 第二個就是我們委外的單位 惠明的加強監督管理 所以我們在新的合約裡面 我們也發現了 之前就有合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要求在北甘的三個人員 一定要有一個以及以上的污水處理的 這樣技師執照的人來這邊做管理 如果一碰到有問題 他就可以馬上來排除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一個問題的 這個廠生一直在那邊延宰 那第三個我們也跟我們北甘相互所也協調 我們除了自己的距離的功能 也請北甘相互所要加強北甘的八座 這個污水廠的一個巡檢的一個這樣子的事情 那最後我在這邊也呼籲鄉親 能夠正確的使用的污水雨水下水道 那包括餐廳的這個一定要裝油脂分離器 而且要定期來清理 那另外鄉親 這個就是家庭使用的一些義務 就不要投入到污水下水道以免造成堵塞 我想從這個四個層面來加強辦理 我想這個未來 這個北甘的雨污水下水道 應該是可以做進一步的來解決 那另外我們每一年大概要補助 北甘這個250萬的雨污水的管線的清理的工作 由北甘相互所為外來辦理 這方面我們也會加強來督導來辦理 那另外我們也找了一筆錢 我們針對北甘相互所也提出來 他是說北甘的榜里排水溝的部分 有一些要加強節流 水溝的節流 還有一些修善的工作 我們也他計劃報上來以後 我們也會合理150萬的經費 寬裂在那邊 然後一併來解決排水的問題 謝謝局長的答覆 剛才局長也把現在目前的問題的症結點點出來 也就是說剛才陳如局長所說的 目前這個委託相互所辦理的部分 大概今年度雨污水的部分大概250萬 那對於雨水的部分有一些部分 阻塞的部分 那應相互的需求 所以又補助了150萬 那本席這邊針對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說 既然這個經費是由局裡面委託來辦理 但也是鄉裡面相關的一些污水業務 我是認為說雨水跟污水的部分 它的經費的比例 其實局長這邊應該要建議相公所 污水的比例要比較多 雨水的部分佔的比例 應該是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的比例 為什麼這麼說呢 陳如剛才局長所說的 我們以污水管的部分 其實它要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重點的區塊 就是阻塞的部分 是要定期的清理 第二個區塊 是面臨到問題緊急的處理 第三個就是平常的巡檢 那這個部分如果說都落實的話 就算有帶雨來 也不會造成整個污水管線的一個阻塞 因為它阻塞的原因就是造化 所以如果三個階段都有做 沒有造化 它就不會造成阻塞 那為什麼我說三分之一要放在污水的 因為雨水的部分其實平常是順暢的 那我們在大雨期間只要針對它水鍋的末端 深水井的部分做一些沙石的清理 做一些落葉的清理 所以這個整治就是說經費的多寡 其實就可以來落實 到底我們如何要把我們的工作做執行 做落實 這樣也能達到所謂的我們污水 不要造成二次污染 第二個部分當然 在整個委外執行面的部分 就是污水產的管理的部分 當然局長也說會加強 但我是希望 在整個一個深水井的部分 是不是檢討它的那個馬達的批數 是不是太小了 據本期瞭解 因為它是專制一批的馬達 那現在目前可能我們的污水量大之後呢 一批是不夠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說在設備的部分 希望局長這邊看看去檢討看看 未來有沒有計畫 再向相關單位 針對設備的部分來做檢討 那第三個是本期的建議 就是說據本期瞭解 現在目前喬子那邊的一個污水 當時的深水井 現在由於說 我們在南面山那邊 有多家的民宿開業 好像面臨到目前不足 這個部分局長 後續的部分有沒有因應的方案 謝謝周議員的這個建議 剛才與污水的部分 這個我們都會來檢討 那這個喬子這一區塊 我們現在也非常重視 它也指示我們爭取預算 優先來處理 那目前在這個第一階段 污水處理的一個實施計畫裡面 我們報的修正計畫 會第一優先 我們五月份已經報出去了 但目前是還沒有核定 我們有積極在協調 它一核定以後 對這個喬子 包括這個 還有清水到福澳這區塊 我們都會優先來處理 我們也有因應的方案 謝謝局長 那我這邊也拜託局長 如果說有到鄉裡面去視察 一些污水的業務 也希望通知本席 也讓本席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污水 這個在我們局長的努力之下 現在目前改善的情形如何 好不好 好 謝謝局長 局長請坐 另外我這邊要針對 我們琴幣的相關事宜 要請教一下我們縣長 請主席財治縣長做答覆 好 請縣長做答覆 縣長你好 本席這邊要針對 這個琴幣村相關的事宜 要請教一下縣長 當然縣長也非常重視 這個琴幣聚落的保存 專案的小組 本來在上個月底 文化處那邊 有安排了一個會議 那剛好那時候 本席跟陳議員 剛好臨時有事情 所以處長這邊就取消了 這個專案會議 到本席這邊其實 所提的部分 其實還是老問題 第一個部分 就停車的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還是公測的問題 那在停車的問題 在上一次的會期 這個縣長有答覆本席 就是說 初步的部分 那是在我們公車站的部分 先規劃了一個大型車輛的停車場 然後在我們下方管廠的部分 我們那時候是交通局 也畫了相關的機車停車格 汽車停車格 游覽車的停車格 游覽車的停車格 然後我們用管理的機制 跟動線的這個游覽的方式 是不是能輸減我們車輛停泛的問題 但是在本席觀察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那到了萬計的時候 其實他停車的問題 還是衍生出來了 甚至於說 在勤閉那個熱時的上班平台上面 有些機車停滿了 只剩下可能只有 大概一米半的一個通道 讓我們遊客和新人來通行 所以這個裡面已經顯現出來 以目前縣長當時所規劃的這個情形 可能面臨到一些瓶頸 那針對本席所提的部分 縣長因為經過了半年 當時本席也建議縣長 是不是請我們城鄉 城鄉風貌的顧問公司給我們把賣 那也經過六個月的時間 那城鄉風貌這邊 他的顧問公司劉老師 有沒有給縣長一個具體的方向 來改善我們琴碧村停車的問題 非常謝謝周議員關心 我們整個琴碧聚落保持停車的問題 那剛剛講的就是我們委託就是 劉老師做的這個城鄉風貌 就是他的建議一樣 就是我還沒有看到 但是我會去追蹤他的建議一樣的方向 作為我們推動的依據 那當初我們規劃停車就是在後車停 以及在下面就是建立這個停車 透過管理來建立這個勤必旅遊的次序 這一個部分 的確我也觀察就是並沒有落實 但是我覺得說那個方向還是我們值得去努力的一個方向 但是重點就是要落實 我也發現現在機車就是多到很多 然後都開到就是等於聚落裡面去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希望說在下一次召開 我們文化祖在召開這個會議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就是社區的民眾民宿業者 還有我們旅遊業者還有相公所 如果說能夠建立共識的話 我想建立一個比較有次序的一個管理次序 跟動性對秦幣的一個長遠發展是有利的 但是就是我們所有的業者跟民宿 就是大家要一起來配合 就是可能一開始會有一點不方便 但是就長遠發展來說 大家如果都遵照這個次序去做 然後對整個秦幣圈的發展 然後它的魅力它的吸引力都是可以有幫助的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說就管理的層面 我們可能還是要繼續的要加強落實 然後再更加的更多一點時間的來溝通協調 那這邊本期還是要拜託縣長 這個也希望說看看我們城鄉風茂 這個劉老師那邊有沒有具體的方案 看看我們怎麼來落實 當然本系也認同在現階段 我們看看是不是用管理的機制 我們以地區我們社區裡面業者 我們的共識先來做管理的機制 但是管理的前面的部分 我是認為說可能在平台的部分 是不是在畫線的部分規劃的部分 還是要請交通旅遊局到那邊去做規範 因為我們如果說禁止記者庭犯的時候 那警察單位他就有依據可以來執行 我想這樣子才相輔相成 也能達到這個縣長所希望的 現階段的部分 我們用管理機制看看如何把停車的問題 這個就是說凌亂的問題能夠做個改善 那第二個公測的部分 那上一次縣長也有答覆本席 就是說因為現在公測 其實從去年到今年 他大概時間這裡面越來越逼近 那在上次會期 縣長也認同本席的看法就是說 可能擇一個民地 看看就是說新建新的一個公測 那現在這個跟我們鄉親探討到土地的問題 還有後續相關的事宜 到底進入到哪裡 縣長這邊能不能做個簡單的說明 就是有關琴碧公測的土地的問題 跟周遠報告很抱歉 我這一陣子就是沒有 我是不是請公務處處長 就是跟你報告一下 他跟民衆現在交涉的這個進度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縣長沒有關係 那我們公測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就放在 我們下一次我們琴碧聚落 專案小組的部分 我們再來做探討 是 好不好 那第三個問題 我來再請教一下縣長 我也知道縣長非常關心 就是琴碧村非常具有特色的 一個琴碧海盜屋骨處 那我本期這邊也在主管匯報上面 看到縣長的才智 希望文化處這邊 盡快的能夠跟我們相關的這個屋主 來探討 那我這邊是 由於我們琴碧村 其實它這棟是非常獨特的 所以也足以可以代表我們明東建築 所以我也希望說 信福這邊能夠以架構的方式 能夠把它買下來 作為我們傳統特色建築的一個象徵 當然我這邊也非常感謝 現在這邊立即的 就已經答覆本席 這邊希望說 由縣委這邊 將其以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定 來推動 那現在目前整個未來 整個未來自己的方向如何 增加密集團的方向 跟這個聚落保存 以及未來發展是有利的 我們會維持這樣子的方向去努力 然後就這個產權他們本身就是屋主跟目前的一個關係的釐清 我知道的就是他們目前還是在爭議之中 我們會進一步的去了解 但是這個保存的方向 我們會朝文化資產保存的方向去做努力 造成現在目前海盜物 它因為颱風的關係 造成多處的一些損壞 那本期這邊是表達說 如果我們政府不介入 萬一它坦塌的更嚴重 那損壞之後 未來要去修復 可能又要很大的一筆經費 所以本期這邊也拜託縣長 針對琴碧海盜物的部分 我也希望說 能夠折成文化處 一定要專案來辦理 當然這個跟我們屋主溝鬆的部分 當然是非常辛苦 但是我這邊也要誠摯的拜託縣長 也希望促長這邊能夠促成 謝謝縣長請坐 謝謝 休息十分鐘